真闹大了,埃及律师维萨拉特向国际足联指控黄马队长,索赔十亿欧虽然欧冠决赛已经过去快两天了,而当时比赛中仅仅踢了26分钟便因伤离场的利乌普什风萨拉特,也已经公开表态重伤的自己能赶上世界杯,但这依然无法平息埃及求你。 对于肇事者拉莫斯的怒火,来自权威媒体高的最新消息,一位埃及律师表示自己正在计划救黄马队长拉莫斯,在欧冠决赛中,疑似故意弄伤萨拉赫的争议举动,向国际足联提起诉讼,这位埃及律师甚至要求拉莫斯必须索赔十亿欧元。 这位名叫埃及著名律师在接受埃及电视节目的采访时公开表示,拉莫斯在欧冠决赛中故意弄伤萨拉赫的行为实在太粗暴,太恶劣了,黄马因为他这样的举动夺得欧冠军并不光彩。 我认为拉莫斯应该因为自己的行径受到处罚,所以我会向国际足联提起诉讼和投诉。 阿斯莫布还信誓旦旦的表示,拉莫斯本人或许不知道,他给萨拉赫和埃及人民带来的生理和心理上的伤害有多大,所以我们必须要向他索赔,这笔金额至少要超过十亿欧元。 而巴桑莫布的举动也得到了众多埃及球迷人热情响应,在利物浦和埃及球迷发起的change.org网站上情愿希望处罚拉莫斯的人数,经过一天多的累计后,截止到28日晚上22点已经击分到接近37万人。 可以说,拉莫斯的行为确实引起了不少人的强烈不满,确实,作为本赛季颇为励志的一位草根射手,萨拉赫的故事,不仅让埃及人民自豪,也让全世界其他国家球迷为他喝彩,而欧冠决赛,因为那次颇具争议的冲撞,萨拉赫本该完美的赛季,却相当遗憾地悲情收场,这也难怪不少人会为他感到不公甚至愤怒了。 那么这位埃及律师维萨拉赫的抗争,能否最终成功?我们一起关注接下来事态的最新发展。